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天白天开始冷空气就会稍微减弱 北部还有东北部还是会偏凉来到20到21度 而中南部还有东南部早晚偏凉 但是白天会回温来到22到25度温暖舒适 下雨的部分在基隆北海岸还有大台北地区和宜兰都可能会下雨 而且可能会是局部大雨 北部东部东南部还有外岛地区也可能会有局部的短暂雨 另外在中部的地区还有南部的山区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雨 要特别注意的还是周末的寒流 北部东北部明天稍微回温之后呢 很快的在星期五就会有封面通过 各地的降雨几率都会增加 之后星期六封面通过之后紧接着就是寒流南下 星期六一整天越晚越冷 而且不能小看这一波寒流的强度 各地的感受都会非常寒冷 可以看到星期六日预期温度在10度以下的范围非常广 中部以北预计的低温可能只有6到7度 中南部还有东南部也只有8到10度 而且局部的温度可能会再低个1到2度 到了下星期一的清晨 因为辐射冷却 各地的低温可能还会再低一点 到了星期一白天 温度才会开始慢慢回升 生活巴隆密帮您整理气象重点 这一波大陆冷气团影响预计到明天清晨 明天的白天温度就会稍微回升 但是在北台湾温度还是只有20到21度偏凉冷 而且很容易下雨 包括了基隆北海岸 大台北地区 还有宜兰都要留意局部的大雨 北部还有东部的观众朋友出门都要带伞 还有连续几天的大雨 在山区可能也要特别留意 坦方落实 中南部的天气是偶尔会飘雨的 白天偏暖有22到25度 不过日夜温差很大 出门记得多戴件外套 这个周末的寒流强度真的不能小看 预计在中部以北的温度会急速下降 来到6到7度 中南部也只有8到10度 所以要认真地准备好Botton的衣服 还有棉被了 接下来提供给您明天各地的气象数据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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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